《釋放香港》 歡迎大家收看這集《釋放香港》 今天我又是主持又是嘉賓 因為今天黎港先生沒有空做這個節目 所以他找了一個嘉賓來做主持 今天我們很有趣 今天講的主題 跟之前講的很多大的社會 香港發展問題有些不同 我們可以集中講一下 大家沒有人認識的一個地區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一些朋友上來 第一個我們請了阿琴 周鎮琴 可以介紹一下阿琴 本身我是元朗新田區的村民 也是土地發土盟的地區幹事 新田區的地區幹事 我們今天就 山長水縣請了一個村民來 大家分享一下整個新田區的一個故事 另外還有一位叫可樂 Hello 我是可樂 可能之前大家都見過他 出現過在這個節目 我一向都有跟進新界的土地規劃問題 以及自然環境破壞的問題 我也是土地正義聯盟的成員 所以阿琴剛剛講的土盟 其實就是土地正義聯盟的簡稱 所以他們倆都互相認識 以及在一起做很多事情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究竟今天我們探討那個區 在哪裏 或者大家有沒有聽過 新田 新田在哪裏 新田是一塊新的田 還是在哪裏 其實比較容易認識到新田區 相信大家很多時候 有機會是回國內的話 其實新田區最近有個關口 叫做樂馬洲的關口 也有很多香港的市民 會經過關口進出 回到深圳 然後去國內其他地方 即是是邊境的位置 都屬於邊境 但未入邊境區 其實就是 例如我是新界東北發展關於成員 新田區就在新界西北 即是我們說有哪些地方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南生圍 即是和樂馬洲那邊的一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即是一片在元朗北一點的地方 大家如果再想認識多些 就去聽下今天我們講的 即是裏面的主題 其實就會豐富大家對新田的想像 但是大家可能近來聽新田聽得多 可能都會聽過 就是它開始面臨到一些發展的問題 即其中一個就是昨天 可能有些報章都說到 就是有一個叫做牛潭美 有一個牛潭美區的發展問題 即是原來新田是一個重災區 就是高鐵會經過他們穿過他們的地底 即是 現在我手上這幅就是新田區部分的地圖 圖上面紅色這兩畫就是高鐵的地下隧道 為何是兩條呢 就是一條來一條回 其實高鐵在去年都已經引起過不少爭議 我們80後返高鐵都已經掀起一場風暴 到現在其實都如波未了 即是你見到整個新田區現在就是這樣有一些穿落 就被高鐵穿過了 那麥勤那張更清楚 好像 其實這份相對性會比較清楚 見到的走線圖就會經在這個牛頭尾 會落回去加州花園直至去米埔 那麽高鐵這部份就入了我們新田區的裏面 我見到好像有幾多工程進行 會有這麽多格子 其實他們包括很多通風流 很多轉滑隧道的工程 將會在接下來這幾年會進行 究竟有什麽具體的工程 即高鐵在新田區 最主要在新田區裏面 有兩個通風流 包括在米埔 另一個就會在牛頭尾 那它最主要 它高鐵會採用轉滑隧道形式 隧道的深度大約在18米至70米不等 相對性好像其中有個屋苑 我們叫加州花園 加州豪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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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淺去到18米至1 相對性比較深的地方 可能去到70米 但是其實工程進行期間 如果你說的影響 我們亦問過 有工程師的意見 其實相對性應該是有問題的 即有兩個通風流 就會在新田區氣 它會製造很多問題 還有一條轉滑隧道 經過整個新田區很多地方 包括有甚麼社區會被它經過呢 簡單來說 包括牙頭尾區 維仔村 桃桃園 加州豪園 米埔村 等等的村落 即是我們在圖上面 即是見到 這個就是通風流 即是米埔的通風流 下面一直下 加州豪園有哪些位置 還有整個500米範圍 都會影響到 去到 剛剛阿勤說到 北豪園 葡萄園 尤美山莊 即是一直下到牛潭尾村 其實原來可能有 十個至八個這些社區 都會受到工程影響 是的 如果最近看報紙都會見到 就是牛潭尾村民 其實就是已經率先起床要抗議 就是他們已經面對一些社區問題 最主要他們面對的社區問題 因為牛潭尾村裏面 很多村民其實是繼續進行很多農業 漁業和漁業的生意 包括可能很多個 錦鯉養殖場 有種不同的蔬菜 或者種花 種類 最主要這個鑽滑隧道的情況 很可能會影響了水井的水源 因為有機會也問過一些比較專業的專家 就說會有機會是污染附近的水源 令到水紋線會降低了 隨時會有機會有些魚塘會乾脆 變成會嚴重 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哇 那很嚴重的 即是一些養魚的人沒有水用 它乾脆 乾脆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修詞 即是沒有了 整個生活和生計都會沒有了 但是很奇怪 港鐵只是完全沒有解釋 對村民只是說沒有問題 你們放心 我們有研究 究竟的研究是怎樣 根據什麼研究呢 沒有任何報告 或者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提供給村民知道 其實有沒有影響 很多時候港鐵都是用這套 搬出自己專家的身份 或者自己的權威 去跟村民說武道 但在今次事件上 應該那些村民應該很聰明 不會那麼容易相信港鐵那套 根據我看報紙 那些村民其實已經以前被人 是騙過兩次 就是騙過兩次 被人欺騙了 所以是不會那麼容易再相信 很多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些政府的部門 或者工營機構進行工程 基本上可能有部分地區人士 會知道裏面內陸的情況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村民居民 對內裏的 會進行工程進行的影響 事前的影響 工程進行的影響 是無知的可以說 但是我也不明白了 就是政府它尤其環保署這個部門 它本身的職責就是要為了環境 就是香港的環境是把關的 那它其實現在可以做到甚麼呢 例如地下水影響 那有沒有 其實港鐵進行工程之前 出了一個命令 就要高鐵進行工程期間 譬如地下水會流失 在它事先還未發覺到 當時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應該要每月或者可能要立刻做一個報告 給一些村民或者附近一帶的居民知道 但是我們完全見不到 有這樣的報告資源 這份文件應該是環保署出的 對於那個港鐵的環境許可證 是有田圖件的許可 即是Condition of Approval 即是當那個高鐵的環境報告 過這個環保署的時候 它就說 你是有條件底下 你才可以拿到這個環境許可證 即是甚麼條件呢 就是剛剛阿勤講到 就是那個 原來它是要加一個緊急的計劃報告 就關於如果真的 一個不刻意影響到地下水 那它就要有一個很詳盡的計劃 怎樣去補償或者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阿勤現在有沒有一個詳盡的補償計劃 可以說完全沒有欺負 完全沒有欺負 沒有欺負 完全沒有欺負 完全沒有欺負 那即是說它違反了這些情況 是否可以收回它 如果它本身的條例 即是 Section 8 3 那個EIA討論 我們可以要求高鐵停工 是嗎 其實是否法理上可以這樣 根據它有人出了這個命令 我想是可以的 我想是可以的 即是可以 我們可以繼續延續反 是喔 好啊 這個就是牛潭美地下水資源的影響 其實還有幾類的 包括一些噪音的問題 即是我們見到 例如牛潭美他現在建了一個封封樓 阿騰都有份文件 即是 其中在這份文件 我們見到 他在這個52 在工程進行的52日 裡面其中有11次是超標的 那他這份報告其實有沒有公開 給你的市民或者居民知道呢 其實他們有沒有檢討過 為甚麼 為甚麼 最初 報告出來說 對居民沒有影響 對甚麼沒有影響 為甚麼最終現在 為甚麼會超標呢 即是你會發現 其實就很多 一些不同類型的問題 高鐵是會影響的 其實他之前 一直都應該是 有去公佈 但是為甚麼你們會不知道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不超標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但他一超標 那當然是收起來了 這些就是我們見到 新田區高鐵影響 尤其是牛潭美區的一些事件 我們下一節再探討一下 例如 高鐵還會影響 一些甚麼社區 歡迎收看釋放香港的第二節 我們有兩位嘉賓 繼續跟我們分享 新田的故事 剛剛也挺恐慌的 講到那些故事 即是高鐵問題 即是怎樣經過牛潭美 搞人家沒有水用 即是我們其實沒有想像過香港 是沒有水用的問題 是的 因為香港人很少 將水作為一種資源 而新田正正就是全香港水資源 最豐富的地方 其實新田區裏面 包括其實很多人不太了解 包括南生圍 新田區也有很多魚塘 很多沼澤 譬如官鳥區 其實包括很多水 魚塘 水 綠色的植物 裡面其實種種是很豐富的 這些很豐富的資源 是 水一遇到一條高鐵 它會產生了一些化學的效應 是甚麼效應呢 就是一些沉降的危機 因為如果一些地區 其實它本身水資源很豐富 那你有一些高鐵的鑽滑工程 在地底 即是你可能建一條隧道 它是很可能 就會影響到地下水 即是本身沉降的原理 就是你本身整個泥土層是有這麼多 然後下面如果你掘一條隧道 它抽乾了一部份的地下水 它整個泥層就會沉 是 其實這個用常識都想到 就是你因為要防止隧道流水 你要抽乾裡面的水 水位低了 其實上面的泥都會壓下去 然後簡直是連不單是水位 連建築物都會下降 但偏偏高鐵工程師 似乎缺乏了這種常識 還要安撫村民說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出了問題之後 它又不負責任 是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牛潭尾 它那個水的問題 就不只是影響那個生計 和魚糖那麼簡單 即是我們是講的一個 香港人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你有沒有隔屋 即是你住的地方 我的家園 我的家企 原來是都受影響的 尤其呢 即我們剛剛都未談及的一部份 即新田裏面其實很多一些屋苑和一些中產的社區 其實是今次都受影響 即剛剛就講到少少 即阿勤他有些圖的 即是 例如這個 在這方面 我想它完全都沒有特別做過功夫 只是不斷安撫村民 沒有影響 而對於中產社區 可能它 將資訊是完全封閉了 是的 我見它 例如剛剛另外一幅圖上面都顯示了 它會穿過一些 即是 一些小的村屋 例如 尤美山莊 或者是葡萄園 那些 其實那些居民是怎樣去看 或者它是知不知這些事 以我聽到回來的 很多村民 即是一些居民 包括尤美山莊那裡 這些居民曾經聯絡了當區的區議員 那些鄉委會的主席 希望他們 待他們出頭 可以將高鐵工程進行的 有甚麼影響 對他們有甚麼數據 可以提交多些資料給他們 讓他們安心 既然如果譬如你認為 高鐵的工程師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應該一定有個數據 包括事前 做工程有些探測的報告 工程進行期間 有些不同的報告 那其實 可否可以將這些資料透明化呢 但是 結果如何呢 結果 所得來的反應就是 只是可能 安全沒有問題 就是完全解決不了他們的移民 是的 他們相對性在事件上 比較無助 因為 他們屬於一個新的社區 也不是原居民 也不是住了很久的居民 所以 剛剛大家看到那張圖 就是 由美山莊就是這個位置 他連顏色都沒有 即是 港鐵 這張圖是港鐵的 他連顏色都沒有 即是這件事 阿勤之前 就進去由美山莊看過 他們的狀態就是 原來他們是沒有 業主立案法團 即是原來一些 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的市民 其實就不在他那個 關心的範圍裏面 在他們的認知範圍裏面 相對性 他們屬於一個 可能在新田區裏面 是最弱勢的 最弱勢的 最弱勢的 非原居民 通常是 原來是 不被關注 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 困難的 例如他們 長期都處於一個 DISORGANIZED 即是他們沒有那個 地區社區 網絡求助的渠道 也都是沒有一些 缺乏了很多資訊 即是他們是處於一個 資訊上 是很不公平的位置 例如 可能 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整個工程 會對他們 會有些甚麼影響 例如阿勤你之前 找了一張圖 可以講解一下 好像這一張圖 剛剛我們 在環評報告上 找到出來 這個高鐵 會有一個 堆泥區 在這裡 在哪裡 這裡 這個是附近 在南潭美 那附近 原來在碧球院 後面的山仔 其實 這個事前 其實可能 很大 我想大部分 居民 或者村民 都不會知道 竟然會有一個堆泥區 在這裡 最終 為何突然間 會有一個堆泥區 為何這些泥土 突然間 會滑了放在這裡 是否這些泥土 會有問題 其實會有什麼問題 可能會 港鐵說 先放著 沒有什麼 借個地方來洗一下 但是在 最初公佈的文件裡 其實它有些 安排清倒泥頭的時間 或者每 由幾月幾日 至到幾月幾日 什麼時間 有幾多架次泥頭車出入 將這些轉滑出來的泥土 混去屯門區 那裏 上 下船入面 那裏 混走 為何要堆在這裡 嘩 所以這樣說 其實 都很大影響 我們剛剛才聽到 原來不單是沉降 那麼簡單 那裏 原來不單是只有裂 同時間 原來無端多了一個堆填區 在葡萄園 得葡萄園 附近的地方 多了一個 其實它不單是港鐵所聲稱 是地底的影響 你們完全見不到 不會感覺到那些影響 但其實它轉完之後 那些泥就會堆在地面 造成了環境的破壞 其實 其實挖掘出來的泥土 其實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任何交代 是嗎 右潭尾那裏是些什麼泥 它本身以前應該 一向都是 可能是魚塘 或者那些沼澤區 挖出泥土 相對性是否會比較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香港的污染都很嚴重 尤其是近岸一帶的污染都很嚴重 那會不會挖出來的泥土 可能有不同的物質呢 它要堆填在那裏呢 其實糖泥 應該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我小時候會去魚塘附近 去執人爬了糖泥出來 乾了的小石子 然後可以在地上寫東西 然後寫完東西之後 是不會脫色的 就是它會侵蝕那個癌層呢 然後就留下那些落印 就是表示那些糖泥 其實本身有些化學性質 可能不是一般沙泥 而是可能有侵蝕性 或者是有揮發性都不定 或者可能會不會有些重金屬 會積聚在泥土裏面 或者不同的物質 其實我相信高鐵應該在這方面 要再透明度高些 說出來為何要在這裏堆填 會堆填多久呢 會不會 直接現在連有堆填區都不知道 他當然不會跟你說 因為之前我們看一些關於 這個區裏面的一些會議紀錄 因為現在整個高鐵 其實是有很多個社區聯絡小組 有個社區聯絡小組 就會跟一些地區去 那些業主任法團 和一員居民商討一下 報告一下他們的進展是怎樣的 之前那一年已經沒有開過 我們檢查一下 可能之前那三四次的會議 基本上都沒有討論過這個 就是堆塗區問題 好像整個社區都不知道 除了一些沉降 影響地下水 噪音 這類型的問題之外 原來是會有污染的問題 例如雨季的時候 這些堆塗區 一落雨 然後流污水去附近 其實影響都好像很大 那又是回到環評那個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他違反了Condition之後 就要拿回環境許可證 立刻要停工的了 另一方面可以說 他的資訊基本上是很封閉的 為什麼突然間會出了 這樣的堆塗區呢 其實 有沒有大家會考慮清楚 為什麼會突然間 可能好像隱瞞了整件事實 為什麼突然一個堆塗區出現 而大部份人是不會認知 有這個堆塗區在這裏呢 他有個說法 就是他放了上網 就是公佈了 但是其實那個門檻實在太高了 沒有人會去找 也沒有人會主動去了解 因為看完之後 其實都不明白 你沒有專業知識的話 看這些圖就花絲絲的 所以高鐵其實 除了大家之前認識菜園村 還有之前 近來又會發生 大角咀的一些沉降危機之外 原來新田可能就是 未來一個高鐵問題的爆發點 你看到那麼多問題 那麼多社區都不知道 未來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場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探討的高鐵問題 那麼我們下一節呢 可以再探討多些新田 其實原來還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不單止是問題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有很多資源的 那麼我們可以一會兒 繼續跟大家講一下新田的故事 歡迎來到釋放香港這個第三節 我們繼續講這個新田的故事 剛剛講了一些很恐怖的故事 就是一路恐怖下去 就是第一節已經很恐怖了 就是很水用 就是很口渴 然後第二節還要講到沉降 或者是一些對田區 就是香港人一聽到很害怕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節那個 可能調和大家的緊張氣氛 就是其實新田區原來是一個 就是很多歷史文化資源的地方 咦 我們看了一張圖 這張圖其實是講這個新田區 其實有一個 或者不是一個 或者其實很多類型的 一些法定的古蹟建築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 講的是大夫帝 大夫帝 大夫帝 還有這個 就是文公池 這些兩個就是一些 裏面其實是一些 一級的一些歷史文物 其實相對於新田區 可能比較人熟悉的 可能是南生圍 除了南生圍 新田裏面基本上有25個法定的古蹟 包括一級二級 其實都是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我們可以值得去參考 那這裏的古蹟有甚麼特別呢 為何會這麼多 另外有些可能比較少介紹的 其實在新田區裏面 有個叫做新圍村的地方 因為在新田區裏面 總數有25個法定的古蹟 其中有18個就在新圍村裏面 其實是否新圍村的古蹟 和新田區的古蹟有甚麼分別呢 因為新田區的古蹟 是屬於原居民的祠堂 會比較多 而新圍村的古蹟 最主要因為新圍村 是一些走難下來的居民 譬如我們叫做四溢 可能是開平 開平、新匯那些地方 走難下來的居民會比較多些 他們走難下來之後 在這個新圍村裏面 建了不同的建築物 其實建築物是帶有嶺南風格的 和原居民的村落的建築物 是明顯有個分別的 在這個分別裏面 其實是相對性 其實我們一路 其實是致力保存這些古蹟 但是未來可能 因為鄉村的發展 有機會這些古蹟消失 那現在這些古蹟 是受到甚麼威脅多的呢 因為最主要新田區屬於 因為它比較近關閘口 和河濤區的發展 土地的發展 相對性的價值會高很多 開始我們叫豪宅化 很多現在比較出名的豪宅 都會在那裏興建 因為最主要是市區土地的資源越來越少 即是大地產商就開始進軍了 是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 因為相對新界土地比較便宜 而市區資源少的話 新界土地資源多的話 它便不斷在那裏收購 囤積 就是囤地又用那個方法 是的 它的政策也是這樣 以一個便宜的價錢 在那裏囤積土地 去到若干年份之後 它可能建一個豪宅 可能去到 往往一座 一座的建築物去到幾千萬 其實是一個很高 很高匯報的利潤 剛剛聽阿勤講 原來新田這麼多歷史資源 即是25個法定的古蹟 也聽到很多 其實不是單止一種 大家經常覺得古蹟是一些 新界古蹟一定是原居民的 一些祠堂 原來都不是 原來新委那邊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古蹟建築物 其實這些文化的資源 或者歷史的資源 可以怎樣繼續推廣 其實大家如果有時間 可以在新田區 試一下約三知己 做一個生態的旅遊 那是否去身為便可以一次看 其實除了身為 其實也有很多很美的景色 例如駱馬州警察館 其實由駱馬州警察館 看過去深圳 一帶的魚塘 是很美的景色 因為是否駱馬州警察館 其實是在山上 最主要是地勢比較高 看過去的感覺是非常好 其實我們可以有條路線可以這樣走 相對性可以拿駱馬州警察館 附近一帶來做一個起點 先參觀附近一帶的 就是沼澤區 魚塘 然後下來 好像原居民村 新田村裏有不同的祠堂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 不要把發展和保育 放在一個對立面 其實例如 你發展也可以是 發展這些 新田的文化古蹟 將它成為文化古蹟 生態保育區 都可以是一種發展 對 還有這個 就是香港政府經常說 發展文化政策 創意產業這些 其實香港很多這些 歷史文化資源 就放在那裡 在那裡了 那有沒有一些串聯 就是有沒有一些地區的人 開始去提倡這些 就是有一些歷史文化的一些勁 可以怎樣 就是讓多些人去認識 或者懂得怎樣走這些地方 其實剛剛聽完阿勤這樣說 我都馬上走去新圍村 去新田區那裡走一下 看看那些古蹟 順手就可以去南生圍 因為其實不講不知 南生圍都是在新田區裏面 就是大家都以為 南生圍就是背背條河 有在元朗進去 但其實它是一個區域範圍 它是屬於新田區 其實如果你不介紹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其實新田區的生態資源 或者一些古蹟這麼豐富 甚至可能有些居民 新搬進來的居民 都未必認識到自己附近的區 其實原來有這麼多 這麼漂亮的景色 是呀 我認識一些 有些住在加州豪園 還有感受花園的居民 其實他們都有時 會踩單車經過那些 就是南生圍 和生圍 一些魚塘帶 其實一些新田區的 自然資源好像都挺豐富 是否在新田區都很豐富 其實在水資源方面 新田區很豐富 剛剛阿勤已經提到 它的魚農業之所以這麼豐富 就是因為它的水資源 而南生圍之所以成為了一個景點 亦都是因為它那裡 可以有一條很漂亮的河 以及有很多魚塘 所以其實它整個生態 是比我們想像之中 或所認識之中更加豐富 例如之前有一些朋友 做過生態調查 原來在新田區那裡 是可以找到歐亞水賴 大家知不知道水賴是一種 什麼動物呢 其實水賴就是一種 在水裡面生活的捕獲類動物 他們是很傾向一家人 可能住在魚塘裡面 而這一種生態環境 是只能在一個水資源這麼豐富的 新田區可以找到 另外其實在提到著鳥方面 其實新田區亦有很多候鳥 會經過牽涉 會在這裏墜腳 其實大家都會有認識 米報官鳥區亦很有名 它亦在新田區裏面 其實種種你可以知道 其實新田區是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包括不同的魚塘 那些村民亦飼養 包括錦里 烏頭 其實亦飼養不同的魚類 種不同的花草 其實是很吸引 你好像說到現在買豪宅的樓盤銷售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優質生活空間 其實我們真的要花點時間 如果真的可以去認識一下 其實這個區 其實是不失為的 我想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後花園 我們香港人或住在地區 都要懂得欣賞這些自然資源 其實他們就在附近 通常那些人新搬入這些鄉郊地區 他都很嚮往這些自然生態 和各種綠色生活空間 但是可能摸不到路 他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新田 有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就不會去發掘了 所以阿勤 我想你作為土地正義聯盟的社區幹事 就可以多些去發掘這些美好的東西 給人知道 我們希望未來的將來 就可以盡一個正所謂新田區居民的責任 保育這個區 令到這個區美麗的資源能夠持續下去 是啊 因為 例如剛剛我們說的一些歷史的資源 和自然的資源 都是在面對一些危機 剛剛阿勤說到那個 整個大環境的轉變 講到駱馬洲的發展 例如說我們的區域融合之間 例如新田最近內地的部分 河濤區 是的 河濤區的交接 然後有些發展的壓力 例如南昇維 我們說的 其實他遲些 現在最新的計劃 就是想在那裏 建建兩座 兩座高樓大廈 兩座高樓大廈 但他會聲稱是低密度的豪宅 但絕對是樓 那這些樓有多高 大概二十多層 二十三層 那旁邊的那些屋苑 社區 因為整個新田區都很低密度 是的 一枝獨秀 學納雞群 其實是很奇怪的 兩座 我想一下有兩座 這麼高的建築物就在 是不是 所以因此 如果你想保育男生 或你不能單單 是從一個外人的角度去保護他 你一定要在新田區 自己居民地區裏面 都去珍惜這些 這麼豐富的資源 才可能改變 是的 所以 剛剛兩位嘉賓 又分享到 整個新田區 其實 我們都沒有想像過 一些歷史文化 和自然資源 是這麼豐富 我們之後 可以繼續探討一下 新田區其餘 還有些什麼 是值得拿出來去講 或者等多些公眾知的呢 我們下一集可以繼續分享 歡迎來到釋放香港最後一節 剛剛我們說到 就是整個新田區 說到天花龍鳳 哇 什麼都有的 就是大家是住得很開心 那些生活空間又很舒適 但是呢 剛剛都有一個伏筆的 就是說這個 哇 原來新田區其實現在面臨著 很多一些發展的問題 首先就是剛剛說高鐵那些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呢 就有一個虎主 就是其實阿勤呢 其實是一個虎主 就是村民虎主 其實他的村子 之前面臨過一些發展的危機 你可以說一下 其實面臨過一些 發展的危機 其實面臨過一些發展的危機 最主要是因為土地的價值 不斷升高 我本身是住在一個新田區 其中呢 其中呢 因為可能有些非法 就是比較發展商呢 就收到我們有些古蹟 那用一些 買了它之後呢 去發展一些違規的骨灰鎮 最主要的 噢 骨灰鎮 那我媽媽就正正 我從小到大都在那裡居住出生的 那我媽媽呢 正正就是住在隔離 那這個為骨灰鎮 剛進來發展呢 就不斷去收購不同的土地 將原生在交通的主要道路 都封閉的 噢 那就是用一些很爛仔的方式 去想在新圍村那裏 搞骨灰鎮 那其實它搞骨灰鎮的規模有幾大呢 按照它的規劃呢 它去到六萬九千個骨灰鎮位 哇 相當恐怖 即有幾個問題 即我馬上會想到 就是交通方面 即交通方面 你無緣無故在春秋二濟的時候 其實怎麼能夠負荷呢 即你新田區不是一些 好像你市區本身有一些 即很大條的道路 全部都是可能一兩線 即頂多兩線 全部都是一線的 即可能有可以行車的通道 這樣 其實這些交通的問題 另外就是 其實本身社區是否喜歡骨灰鎮 當然 我想其實當一個骨灰鎮在這裏興建 我想大多數很多居民都會不太喜歡的 無論放在哪個區 但是其實你想想一個骨灰鎮 只不過身手可及 直接在你骨灰鎮 你想想是幾恐怖的事 是不是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譬如交通配套 我們曾經跟很多政府部門開會 亦質詢過 這個骨灰鎮在這裏興建 其實對我們這些居民的出入 包括當春秋二濟 不要說六萬九千個位 它隨便可能有六百九個交通工具 進來這條單程路的村 你想想 你有沒有可能 這件事 他們進行這個投資或發展 其實之前有沒有 諮詢過我們村民的意見 所以其實它之前那個計劃 就是想在新圍村 就變成一條骨灰鎮 即它這麼大規模的一個發展 即是六萬幾個鎮位 在那個地方建 其實想整條村 是不是收了很多 然後變成一個這麼大規模 以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它在我們這條村那裏 收購了二十萬呎的土地 將來預算發展骨灰鎮場 後來呢 後來它有沒有發展到 因為它的發展基本上 是違反規劃處的規定 那裏屬於一個 我們叫做V松地 是一個低密度住宅區 即是它拿一些V松地 即是說V-Lage type 即是說鄉家發展的土地 就會拿骨灰鎮出來 其實我為何會這麼反對 最主要其實 若它經一個合法的途徑 而申請得到一個牌照 而給它在那裏經營骨灰鎮的話 那當然 這個我亦無法反對 但是若果它是一個違規的 完全違反了土地規劃 亦無考慮到附近村民的權益的話 那當然我會站出來反對 所以骨灰鎮這件事都涉及幾件事 第一就是 其實整個城市真的有一個這樣的需要 因為很多一些公營的骨灰鎮場 其實這幾年已經爆滿了 政府又沒有再提供一些新的地方 非常之淪色一些土地的資源 就自己鎖住 都是近期才開始說 不同區建一個公營的骨灰鎮場 所以之前就有很多一些不法的商人 就真的想在某些人家住的一條村 就買了一個地方去建一些骨灰鎮村 整條村變了骨灰鎮村 所以涉及它是一個需求的問題 但是需求之餘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個整體 或者公道的規劃 對於這些骨灰鎮 就是陰窄的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都很希望 可以有一個整體的規範 所以阿勤就是骨灰鎮的苦主之一 為什麼會說我是一個苦主呢 最主要是他發展骨灰鎮的時候 他用種種手段去思想想 當你其中一個 我媽媽正正有一個受害者 為什麼是一個受害者 我媽媽其中一個建築物 突然在一個下午 突然被一部推土機 未經任何諮詢 推倒了 你想想是否令人很震驚 是政府還是不法商人 當然是這樣的不法商人 但是有人在裏面 突然推倒了 他們基本上叫不法商人 他用的手段 你認為是否會有一個合法的途徑 和你諮詢 合法的途徑 就是一次的產例 所以發展也是一個天方夜譚 但是其實除了骨灰鎮的影響之外 其實新田區還有另外 應該很多零零星星不同的 一些關於發展的問題 其中一種 我近年都開始有接觸過 就是一些飛沿居民村 開始被人迫遷 例如我之前一年 就在牛潭美那裡 就有些村民告訴我們 就是哇 那個地方無端端被人說 要建一百多二百座豪宅 原來就是一個發展計劃 就是想吃一些官地 就是有些村屋建一些官地的地方 都給私人的發展商吃起來 就是吃一些本身發展商沒有的地 所以他們就全部走出來去反對 所以那件事又舒緩了 不過好像也有很多類似的問題 是在新田區的 最主要是土地資源的問題 正正在第三節 我們也曾提過豪宅化 很多時候因為市區的土地不足 變了很多大的發展商 就是慢慢回想一下新界的土地 是怎樣去收集了 而本區其實很多人士 擁有很多土地 他們不斷 其實之前可能是租借了 給一些非原居民使用的 是 當他們發覺土地資源越來越值錢的時候 他們就將這些非原居民 或者他們的租客為迫走 是 除了很多年 可能住了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 都很多是一些這樣的處境 就是我們可能之前 都有接觸過不同區 就是很多非原居民 其實它有些叫口頭契 就是它租在這裡 就可以繼續租下去 但是近年就開始想逼走他們 就用很多不同方法 其實新田現在 例如這類型的非原居民村 其實有沒有一些名字 或者它主要是哪些社區 或者是甚麼位置 其實基本上 這些非原居民村 都會集中在 例如我本身的哇 PET vários 牛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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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布隆村 等等 小桑村 其實挺多的 有些大部分川落呢 是非原居民的川 還有我所知道就是锡狐圍 還有米布隆 甚至南新圍那條做甚麼 南宋圍都是一條村 好像有一條漁民新村 所以整個新年區有很多村 不只是原居民村 甚至原居民村也不只是姓民的村 有很多雜姓村 還有很多非原居民村 這些村尤其是非原居民村 剛剛說好像面臨一些迫遷的問題 之前例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網上的資訊 有一條村剛剛說的就是米布龍村 米布龍村開始被人宣佈 我現在要收藏你整條村的所有地 就是地主跟村民說 麻煩你們12月前全部搬走 真的很害怕 別人住了五六十年 可能身為一些更長悠久的歷史 其實很多時我們的非原居民 相對都是很多會住 起碼好像我媽媽一樣 超過六十年在居住 他們好像我從小到大在生長 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 其實看到的變化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近年 我們這些非原居民 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對待 資訊的封閉 最主要很多老人化的問題 這些非原居民村也正正得到老人家 可能會繼續居住去享受那種舒適的環境 但是他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被人迫遷 你想想想 臨 那麼大年紀才被人迫遷 感覺是不是很難受 很難受 也不知道找些甚麼地方給他住 那麼新田的問題 如果照你們這樣說 有這麼多條村 應該就 新田的故事就不會說到在這裏 應該還有更加多有待發掘 是啊 我們今天都是說到一些 冰山一角的故事 我們數白欄就數出來 例如牛潭尾 葡萄園 尤美山莊 碧豪園 加州豪園 然後又說到南新圍 還有很多一些古蹟的地方 剛剛最後還說到多些 我們都很關心的一個部份 一些社區就是一些飛沿居民村 包括石湖圍 勤住的新圍 漁民新村 小瀚村這些地方 其實都面臨一些 逼遷的危機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 是否你們倆都是土地正義聯盟 你不是嗎 其實我都是裏面的成員之一 我們其實土地正義聯盟的理念就是 其實我們土地正義聯盟的理念就是希望令到社區 可以回復以前那麼安寧舒適 令環境盡量可以保持得到 可樂和阿勤會繼續在新田區 支援一些地區上面一些發展問題的事件 去回復土地正義的面貌 所以如果你對於新田區有些資源上面想跟我們分享 你也有些故事想分享的話 那就不妨聯絡我們 是的 我們的聯絡方法就 不知怎麽說給大家聽 就是可能可以上去網站 就是你拿土地正義聯盟的名字去搜尋 去找到我們的聯絡方法 都可以聯絡我們繼續去延續 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新田故事 好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釋放香港 拜拜 拜拜